大家好,我是顾爱秀禅 这个视频咱们终点点评下 向发达摊数,无矿稀图 残论分析,满满一点分解 好,那么咱们先看发达摊数 那么像发达摊数的话呢 那么今天是调整的 第三个交易日 今天的上午盘的话呢,明显给出一个 带有明显下眼线的这样的小金星 那么 他怎么去理解,还有没有机会 后面呢,防守位在什么位置 咱们呢 只从当下的一个视角 那么首先呢,第一 用传统的一个视角来看 第一还属于弹阳不破 把这一根掌停板的作为一个防守的节点 前面强底分的底作为一个 大的一个防守的节点 就这个位置呢,只要保持这样的弹阳不破的状态 那么这个位置呢,是可以期待相当一比上的延续的 或者一比上的发展 这是大的一个视角 那么小的一个维度来去 看待的话呢,那么 只要说当前他不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包 阴线把这个阳线实体给反包掉 而是呢,震荡调整 阴线实体不断收窄 用单阳不破的视角 可以期待一个反包阳线 或者是强反包 这从事开的一个传统开线语言来去表达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 用更大的一个视角 从五百 从五块二毛三的位置以来呢 它对应的是属于日线级别的三买转二买 还是三买转一买的 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上 就是说呢,从五块二毛三以来 它对应了这是一个日线级别中枢 那么呢,回事,日线的宣传下回事 不破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中枢上延 日线级别三点买点 日线级别三点买点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它是完全可以作为一个 完全可以作为三买之后的这样的反弹的延续当中 反弹延续当中的话呢 那么到时候向上 一个是从视线的维度上面来要考验和前高的关系 以及呢和前面这一段是否有被迟 如果这个位置呢 突破前高和他呢有被迟 那么三买转一买 如果说呢和他突破之后 没有被迟 那么根据他这个位置呢 内部的结构找卖点 如果说呢 不突破前面高点三买转二买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维度 那么一说呢 咱们前面讲过多次啊 就属于呢 你要想把握日线级别的买点的话呢 那么它并不是经常出现了 日线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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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日线级别买点的话 可能要等到 至少等到这么一个月以后 就是他出现 日线的现在下 或者是三乘走势类型下 他才有可能会 涌现出下一个日线级别的买点 好 这是从日线维度上的结构来去看 那么我们在重点来 当前重点来看的是 9块2毛以来的反弹 有没有可能结束 然后呢内部是什么样的 咱们用五分钟结构来去看 用五分钟结构来去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从9块2毛以来 这个位置呢 他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这个位置呢 可以作为一个五分钟的盘整上 然后的话呢 是一个三十分钟的线线上 日线的一笔上 这个位置呢 他走的是一个五分钟的大线线下 大线线下的话呢 对应的 把这个位置的话呢 也是过程日线的一笔下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 三十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就三分线线上 三分线线下 好 那么当前的一个剧情的话呢 哎 向上 这个位置呢 出现墙底分 向上突破前面的一个高点 再回次 当前属于五分钟线线下回落 和前低这位置相比较来 这个五分钟线线下 可以作为五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 利用走势的多一性划分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划分方式 什么划分方式呢 我们来看 这是第一个五分钟中枢 这个位置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第二个五分钟中枢延伸 用这样的维度呢 也是可以 然而再期待向上离开段 虽然对于方大摊数来讲呢 当前他只要补破前面的 这样的低点的位置 不管是哪一种划分方式 当前的认为他都是存在 向上再度进攻 或者再度 向上出的可能性 重点不在于此 在于什么 在于像 如果说一旦发生相上 观察力度 力度强的话呢 高看一线 力度弱的话呢 那么他是去卖点的 如果说用第二种 用多一性划分的一个视角来讲 这是第一个五分钟中枢 这个位置可以把它作为 第二个五分钟中枢延伸 一旦这种相当离开段 还要有被迟 反而要找卖点了 好 但是呢 如果说按照 把这个位置作为一个 30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这个位置作为新的观察点 来去看五分钟线段上 五分钟线段下 如果这个五分钟线段上 和这个位置呢 他们之间有被迟 那么从五分钟的一个角度来讲 从低吸高抛的一个视角 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就是他们之间如果有被迟 那么呢 从高之后 即便给入新高了 那么也是要找卖点的 找低吸高抛的高抛的节点 五分钟线段下 那么他完全可以组建什么 完全可以组建新的 五分钟线段书 以他作为一个新的刮他点 组建五分钟书 再期待线段离开段 当这个位置走完过之后的话呢 再走一个五分钟的 走着对应回市 可以期待一个 30分钟线段组建 好 这是对于方向探数 不同维度 不同 视角下的一种 多维度的一个推演 好 那么当前呢 就说呢 只要说不破前低 不破底分行的日线 不破底分行的底 五分钟的话呢 不破前面的11块三毛八的位置 回落都可以作为机会点 来去看 来去看 好 这是这是短线的视角 因为他不具备 当前的一时半会儿 不具备日线级别的卖点 也不具备30分钟级别的卖点 他只能用五分钟角度去跟 好 这是方向探数 那么我们再看五况稀土 五况稀土的话呢 那么 那么昨天呢 是带有明显的长下影 今天呢 是属于在昨天的 高低点的范围之内 竞争了 其实呢 今天接着当前是没有方向的 但是呢 没有方向 其实当前的一个跟踪视角的话呢 对于五况稀土来讲 一 海水多头占油的一种状态 这个多头占油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 一 先用传统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 略多就最最简单的 单阳不破 以这个阳线 出现 这一掌停板出现过之后 后面多日的震荡不破 这个阳线尸体 以它作为一个 能够出现掌停板的位置 并且方量 代表有资金进攻 而且了非散户资金 非散户资金进攻 多日都不破这一根阳线尸体 它实际上是属于 这个位置进攻一旦有效 就没有被破坏掉 那么当前的话呢 从跟大的 当前从同类的方法来讲 这个位置出现这样的一个掌停板 那么以这个掌停板 作为一个阳线尸体来去跟 后面这一掌当中 主要不破 不把这根阳线尸体给覆盖掉 那么它还属于多头控盘的一个局面 真的这是用传统的 均线的一个 传统的开线语言的一个视角 用单阳不破 最简单的一个维度来去跟 好 那么小周期来讲的话呢 上方51块985 这是前天的上阴线 昨天的下阴线 在这个区间的话呢 实际上这个区间之内 它向上 只要没有突破前面高点 向下没有跌破这个位置的低点 它实际上就属于一个 多空平衡的一种整理 增长当中 所以说呢 在这个阶点是没有必要过于敏感的 就说呢 它还属于这样的 一个增长的一个阶点当中 就好比什么呢 在这样的一个阴阳交替里面 它向下没有破阳线的实体 向上的话呢 也没有给出这种平台反包 那么是没有必要过于紧张的 但它向下的 如果说一旦给出一个向下 把前面这个阳线的实体 都给覆盖掉了 代表的是突破 前面这样的多头进攻 失败 给予否定 那么同样如果说 给出这样的一个新的阳线 把这个前面的12345 这样的一个增长给覆盖掉 说明让多头再次进攻 多头再一次的 形成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态势 这是用开简语言 最简单的开简语言的视角来去看 然后我们再来结合什么 再来结合 残忍结构 残忍结构的话呢 那么从33块1毛6的位置呢 下方有一个30分钟中枢 前面这个位置又可以有一个5分钟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5分钟中枢来去看 也可以 这个位置也可以作为一个 对应的 这个位置作为一个大的30分钟枢来去看 这个位置可以作为5分钟中枢来去看 所以说呢 当前下游小平台有5分钟中枢 大平台有30分钟枢 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只要不出现急促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那么当前的话呢 更多的视为洗盘 这是咱们昨天对它的一个态度 当然用传统维度上面来讲 这个位置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相伤的环展通道 只要这个通道没有被破坏的话呢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忧虑 然后我们再用5分钟结构 5分钟的一个结构来去看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剧情 咱们是把它作为什么呢 从33块1毛6的位置以来 我们来看 对应的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是一个30分钟枢 好 30分钟枢形成过之后的话呢 后面我们来看它的一个离开段是一个5分钟组织类型 进入段也是一个5分钟组织类型 这个5分钟大线程下回事 回事的话呢 咱们前面讲过两种推演方式 多一划分 一 这个呢5分钟呢 大线程下 大线程的回事呢 不破前面的30分钟上沿 把它作为30分钟级别三连买点 就是30分钟级别的三连买点 它的定义就属于次级别组织类型 向上离开三重转织的走组织 一个次级别组织类型回事不破 三重转织的走织上沿 它形成的买点 就属于三连买点 那么这个位置作为30分钟级别三连买点的话呢 它的一个走势结构 只是一个5分钟的一个线程上 这个结构是未完成的 或者是 是不饱满的 不饱满的话呢 当前昨天呢 走了一个5分钟的线程下 当前在其实呢 在这个区间之内 是没有方向可言的 那么相似上的话呢 它可以怎么走呢 它可以组建一个5分钟级书 再往上这个位置呢 才是一个30分钟三迈 三迈走的强的话呢 它现在可以组建 两个5分钟级书 走一个5分钟区之上 走的弱的话呢 你可以期待一个5分钟大线程上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个人还是值得去期待的 这得有死掉 但是如果说走势的一个推演 如果洗盘呢 更加的犀利一点 这个位置哪怕呢 再进行回事 破前面这个位置的低点 它只要不破下方的30分钟书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 一作为5分钟书 延伸升级30分钟书 也可以呢 直接作为一个大的 就是比5分钟级别高 比30分级别略低 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中书 来去和它先对应 那么对应的话呢 只要不破下方的30分钟书上延 那么回落下来之后呢 还是有机会往上 所以对于5放系图来讲 它只要说带有抵抗式的下跌 调整的话呢 反而是可以去 视为小的机会点来去看待 另外的话呢 判断一支个股的话呢 要用联系的眼光 编证的眼光 发展的眼光就看 那么像今天的话呢 整个稀土方向的话呢 像前面几天 5放呢是属于领涨的 那么今天的话呢 它反而是领跌的 但是呢 只要说其他的个股列出 像包刚也好 像广升也好 像盛河 北方也好 如果说这些其他的 其他的个股呢 如果是在下额盘 或者是在这两天 能够有一个强烈的一个上涨 那么五矿 它或许会 或许会吗 或许会 哎 延迟一下 但是呢 它一定不会缺席 这就是 这就是整个板块的联动性 好 这是对于五矿稀土的一个态度 当然了 讲的那么多呢 并不是说 有的朋友一听 一充分 或者一充动 不管三接二一 当前呢 就属于什么呢 它这个位置的话呢 只存在 五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买卖点去应对 等它想要 想要什么 想要呃呐呈现什么 想要呈现30分钟级别的 在这买点的话呢 它最起码从高到底 走一个五分钟的 组织类型下回事 不破前面这个平台 它才是30分钟级别的机会点 好 就像这个位置 走一个五分钟大线上下 好 那么后面呢 如果这个位置来持有往上 在往上的过程当中 如果的量能能够跟上 它现在可以 这个位置是可以组建 第二一个五分钟中 往这上去走 如果说呢 后面量能也没有跟上 像上的话 前高附近有成压 那么呢 一旦有背驰内部有背驰 谁都找卖点 等它再次回扯 看它会不会 以33块1毛6的位置 这是第一个30分钟出出 看它后面能不能有机会 组建第二个30分钟出 这样再向上 好 这是走势通过走势的生长 买卖点的识别和应对 即可 好 这对五矿稀土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态度 当前的话呢 大方向30分钟上沿 用残队结构来讲 然后呢 底分形成底 前面这个墙底分的底 这个位置如果说后面的近期 如果说能够给新高的话 它实际上还是属于这个位置 还是属于一笔上的延续 好 这是五矿稀土 那么对于防大参数也好 对于五矿稀土也好 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耐心去跟 但是呢 一定要按照一定的节奏和级别 节奏就是买点买卖点卖 级别的话呢 小仓位 就是小级别小仓位 不要去读 不要去 猜未来会怎么样 好 这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希望对大家会有所帮助和启发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 积极的赞 然后再见